大家好我是Bee,首先感謝各位的支持 我在YouTube上面的訂閱人數,從20個人成長600個人 畢業持續給各位提供更好的內容 在這一週,Bee的官方網站Bee Pro正式上線 網站在國內可以直接瀏覽,沒有被屏蔽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閱讀的朋友,Bee Pro的網站就非常適合你 你可以隨時在這裡看到即時的資料,也可以在這裡討論跟留言 這陣子還有很多小夥伴反應字幕的問題 其實我在每個視頻也都有加上字幕,只是你要在YouTube裡面手動打開 不過沒關係,我接受大家的意見 所以在這一集的視頻開始之後,每一部視頻都會有預設的字幕 在視頻開始前,麻煩各位小夥伴按個讚,或者是按訂閱做支持 只要有影片更新,你就可以隨時掌握最新的訊息 很多人在護照移民之前,會問這個護照有幾個免簽國家 之後又擔心通關會不會有問題 其實你買的東西除了要了解它的用途之外 你還要知道你想做什麼,規劃在哪裡 每一個護照在免簽國都會有一些不同 甚至在一些你持有的限制跟未來能不能傳給下一代 都有一些差別,當然價格也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連自己的規劃都不知道在哪裡 沒有人能夠給你很確實的建議 我在這個視頻裡會分享,當你快速拿到一本杜米尼克護照的時候 你應該先做什麼?讓這本護照可以很快的可以跟你一起生活 然後你更不用擔心使用上跟出行的一些問題 為了感謝我的視頻觀看人數超過10萬分鐘 在這個視頻的結尾,我會簡短的把加勒比亞有在賣護照的國家 明簽國做個比較 所以大家記得把這個視頻看完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申請多米尼克的國際駕照 跟當地的電話號碼 在申請國際駕照之前 你要先申請當地的駕照 申請當地的駕照之後 你就會有稅號 稅號在海外資產的規劃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我在之前的視頻裡面就有提過 由於中國不是國際道路公約的會員 所以國內的駕照到國外去使用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麻煩 有的小伙伴在美國開車還被交通警察攔下來 開罰單還要上法庭 也有人移民到海外 因為駕照還要拿到公安部的批准 所以長期都是無照駕駛的狀況 多米尼克是201個承認 國際駕駛執照的國家之一 在這些國家裡面 大部分都允許直接使用國際駕照 就可以上路駕駛 包括我們知道的歐盟國家 美國、英國還有東南亞的國家 所以你有了多米尼克護照之後 你應該去申請一個國際駕照 不然你要出行 你就可以少一點煩惱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 多米尼克的國際駕照一次是一年 第二個 我建議你準備開銀行戶口 一個完整的身份規劃 肯定包含了銀行戶口的安排 你要在開銀行戶口之前 準備好相關的材料 剛才提到的稅籍號碼 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要讓銀行確定你是多米尼克國籍 而不是你只有多米尼克的護照 多米尼克是世界級的稅務規劃天堂 而且是全世界少數非全球徵稅的國家 只要你是多米尼克的公民 你不需要繳資本利得稅 遺產稅 還有贈餘稅 當然最重要的 你的戶口的資料 戶口裡擺了多少錢 就不會被送到其他國家 如果這兩回事做完 你應該也去了其他國家旅遊 享受到多米尼克護照的優勢 我下一個推薦你做的 就是讓你護照的使用性大幅增加 我建議你申請美國簽證 為什麼我建議你申請美國簽證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申請美國簽證要做的審查 是非常嚴格的 意思是說你要取得美國簽證 比取得其他國家簽證還要困難 你想想看 你身邊的朋友去申請日本簽證 或是申更簽證 韓國的簽證花多少時間 真正被拒簽的有幾個 拒簽之後又申請不到的有幾個 但是講到美國簽證 有多少人被拒簽 有多少人到現在還拿不到簽證 所以當你的多米尼克護照 拿到美國簽證之後 你護照的使用性會大幅的增加 我曾經在入境其他國家的海關 他們在查驗我護照 結果看到美國簽證那一頁 什麼都沒有問就讓我直接入境了 所以你想想看 當你的多米尼克護照有了美國簽證 會多方便 第二個 有了美國簽證之後 可以免簽前往的國家會增加 在這個世界上有37個國家 開放免簽或網簽給特定護照的石油人 當你有了美國簽證之後 比如說你可以去墨西哥旅遊180天 還有阿根廷 智利 秘魯 菲律賓 韓國 哥斯大里加 巴拿馬 安提瓜 多米尼加共和國 聖馬廳 因為多米尼克護照本身的免簽國家已經很多 所以有了美國簽證之後 可以免簽去墨西哥180天 還有阿根廷 如果你是中國護照 因為本身免簽國家只有70幾個 所以有了美國簽證之後 對你免簽國的增加就會影響更大 無論你手上拿的是哪一國護照 我都建議你 有個時間去辦個美國簽證吧 視頻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 加拉比台五個國家 免簽國家的區別 從左邊到右邊分別是 多米尼克 聖路西亞 格林納達 安提瓜 還有聖基斯 免簽國家是127個 131個 129個 135個 還有138個 這五個國家 同時在歐盟 新加坡 韓國 跟港澳都免簽證 但是有幾個差別 多米尼克跟格林納達 在澳門有90天的免簽證 其他三個國家都是落地簽 除了聖路西亞 其他國家都免簽巴西90天 聖路西亞跟安提瓜 也沒有免簽俄羅斯 但是安提瓜 是唯一一個免簽南非的國家 不過 安提瓜跟格林納達 都沒有免簽台灣 以上就是加勒比海島國的護照 主要免簽國的差別 最後我想說 雖然護照是身份規劃裡 其中一個必要工具 但是當免簽國家 到達一個程度之後 免簽國的數量 只是其中一個指標 如果你太過謹慎考慮 一次性想滿足太多的條件 我這邊提醒你 有時候你要先有翅膀 再考慮你要飛去 要不然到最後 只能餵餵 現在沒錢 那只能餵餵 別的 你必須要努力 一不吃上飯 只能餵餵 只能餵餵 媽呀受不了了 影片裡的內容 都是本人親自發生過的經驗 如果大家覺得內容不錯 歡迎訂閱做支持 或者是按個讚 有其他問題 歡迎加我微信或WhatsApp 我也會定期更新一些視頻給各位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